第一次上課 所以我大概先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目前看起來有18位同學填寫問卷 目前看到大家的程度 基本上落在哪個地方最多 有一半的同學是只會基本操作 然後其次的話就是進階 大概有一個同學是有寫過C C-Sharp 然後大部分同學其實都是落在這個範圍 所以一半的同學是只會基本操作 那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假設你是選入門的 那回去可能要多花時間練習 那我還是會盡量顧到 就是可能程度沒那麼好的東西 可是我會跟各位講 因為這個課程基本上難度其實還是 是比較稍微就是難一點 因為它牽涉到的技術其實真的還蠻多的 包含就是說你要抓網路上的資料 那格式或者是說一些技術 專業一些知識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可能如果假設你是選這個選項的同學 恐怕回去真的要自己多花時間 如果上課假一下子沒辦法聽懂沒有關係 你就是回去再花時間就對了 至於說你要怎麼去準備 當然你回去複習的話我影片會錄下來 你就回去可能針對你比較不熟的地方 也許你再重複再播放看看吧 那再來的話你們的基本程度 哇大家寫好多 變成這個有點像一個轉盤 好像那個色飛鏢的 最多的話就是沒上過課 但是有買書自學 或是同事之間會教 那真的選項居然是最多的 而且自己買書看喔 那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我看過坊間的書期 那真的是寫的實在是 如果你看完那個書 可以把VBA學會喔 那算你真的蠻厲害的 因為坊間的書期 我是覺得寫的實在是 有點太複雜了吧 而且有些地方其實不需要的 他也講了一大堆 反而你看完那些東西 反而便不會寫了 反而其實沒有那麼多需要知道的東西 只是說沒有把重點挑出來 而且有時候看書學習 最難的地方是文字敘述 要怎麼樣把一個連續動作 把它用文字說清楚 這點我覺得真的蠻困難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上課的時候 連續動作 那我說真的 有時候我要把那個連續動作 把它用那個文字敘述講完 我看我跟他做一次給你看就好了嗎 可能做一次給你看五分鐘 但是我要做文字敘述 我看我可能寫十頁都寫不完 有沒有 寫完之後你看也看 老師你在寫什麼 你不如做一篇給我看還比較快 所以很多人說 老師我看的影片一下都懂了耶 可是我看書看半天 我還是不知道書上寫什麼 對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有些知識的傳達 真的還是要直接跟你講會比較快一點點 當然我講過了 因為我其實 我不會有長一手的問題 因為我不怕說你們學會 我是怕你學不會而已 所以我盡可能的 會站在你們的角度去思考 程式要怎麼寫 所以你會發現我程式 大概有兩個很重要的特點 第一個 程式都非常簡短 第二個的話 程式的撰寫邏輯 都非常的簡單 都非常的直覺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程式 反正你知道是這樣看 而且就會有我自己的一個風格 OK 所以呢 之後的話請各位 反正就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複習 剛剛看書有時候看理論 理論跟實務 如果可以銜接當然最好 其次的話 好像有三位同學有上過我的基礎課 OK 那當然最好 再來的話其他就是沒上過課 但是自己會寫VBA 沒上過課自己會寫 哇這蠻厲害的天才 OK 其他的話有什麼 有上過其他老師的課 然後參考其他 因為網路上其實說真的 這個年代我要學習東西還蠻簡單 YouTube上面其實一大堆 你隨便搜尋一大把 OK 只是說有一個問題 就是每個老師教的方法都完全不同 而且你會發現同樣東西 不同老師寫出來的程式 居然完完全全長得不一樣 而且是非常不一樣 不是不一樣而已 是完全不一樣 老師 這什麼會這樣呢 明明不是都一樣的東西 怎麼會差這麼多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的程式邏輯 是我希望程式越少越好 就是有點像程式最少化 那如果程式最少化的話 第一個 你會發現 我的程式裡面 完全沒有宣告 宣告有沒有 DIM 如果你們有看過VBA的書 宣告就是DIM 有沒有 定什麼一個變數名稱 比如說定 假設我有I 我要定IS 就是我要定I這個變數 它是一個整數型態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 老師人家定了一大堆 你怎麼都不定 其實VBA是可以定 也可以不定 定的意思 不宣告也可以啊 宣告也可以 那都可以 那我幹嘛要宣告 那你說老師會不會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 我不會這樣做 那表示呢 完全沒問題 OK 那你說什麼差別 我是覺得 目前為止 大部分應該 99%沒差 但是還是有1%有差 什麼時候有差 我可能在個案處理就好了 因為有些地方 還是一定要宣告 不宣告不行 那我就跟你講一定要宣告 如果不宣告可以 那就不宣告就好 所以 那就少了很多程式嘛 所以你們看書裡面 一堆都不用 一大堆 所以第一個我簡化 第二個的話 你會看到 很多的書裡面 很喜歡用物件 物件的開頭一定是set set什麼東西 s等於什麼 有沒有 它會寫一大堆的set set 跟各位講 那個set也不需要 我也不喜歡set 因為set一大堆之後 你set一個物件之後 再取那個東西 那你不如直接取那個 比如說 常會set某一個範圍 range 那其實不用嘛 你直接存取那個範圍就好了嘛 你幹嘛還要set它 然後再用它 反而會增加程式的複雜度 OK 所以諸如此類 很多地方我覺得 如果能夠把程式精簡 越精簡越好 再來就是錄製聚集 比如錄下來的聚集 程式會非常非常多 那我的想法是這樣 精簡 不用的通通剃掉 所以你會發現 錄製聚集完的程式一大堆 第一件事 把不需要拿掉 哇 馬上變得 整個可能 本來50行 程式只變20行 哇 少很多 第二個的話呢 我會把那個錄製聚集 之後的結果加註解 註解一定必要啦 因為你如果不加註解的話 以後看不懂 至於怎麼註解啦 如果你有上過VVA課應該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話 反正就加單引號開頭 就是了 那就是此類的啦 之後我們會再細部再談好了 再來的話呢 你希望上可以哪部分為主 第一名的話 就是爬蟲 那當然也是我們課程重點 所以這個應該毋庸置疑啦 那至於爬蟲呢 我們會先從最簡單開始 因為網路上的資料 其實類型非常多 我剛剛講過 Big Data嘛 大數據說 它的型態 很多種類型 那當然目前最多的啦 網路上 如果你要交換資料 當然最好是給對方什麼資料 最好 其實最受歡迎 我想應該Excel啦 你給我一個Excel 這樣就沒事了 但如果你給他一個Jetson Jetson Jetson後面我們會提到 那個Jetson 就會非常非常複雜 裡面的話就是中瓜糊 大瓜糊 然後有Key 有Value 然後有一堆東西 反正看起來很像程式的一個資料型態 如果你給他 他就會昏倒 哇 這什麼東西 完全無法理解 那這個 當然也是我們課程重點 就是如果人家給你一個 這個常見的格式 你要有辦法去接 然後呢 最好是可以怎麼樣 把你看不懂的資料 轉換成Excel就好了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反正我後來發現 一般的使用者 你給他Excel 他就沒什麼話 對不對 但問題是你要怎麼樣 把它轉換成Excel這件事情 包含就是說 剛剛提到的 CSV 或者是Jetson 或者是XML 或者是網頁上的HTML 有沒有網頁上不是很多資料 那你要把它趴下來 那這個當然都需要 用一些方法把它取得 你說老師 那我平常用CtrlG CtrlV OK 可是如果你這個資料 假設一個兩個網頁OK 可是如果你有十個二十個 我看你就會覺得累了 那如果有一百個兩百個 我看你就想說 天啊 我看還是有人硬著頭皮這樣 那如果你是一千個兩千個的話 那你應該 而且如果每天 我們每天 每小時 OK 如果更密集 有時候每分鐘的話 那怎麼辦 OK 所以這個都值得要思考 因為這個是你即將 可能面臨到的問題 那你說老師我暫時沒這個問題 那暫時嘛 那將來會不會發生 我覺得是有 而且現在有AI AI的話呢 它其實還會自己 產生很多的資料 OK 而且AI自己會寫程式 所以將來其實我覺得 AI是蠻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會越來越聰明 所以我都有危機意識 我覺得它可能寫出來的程式 比我還厲害 那我以後 你們就看Charge GPT就好了 對不對 可是也許目前還做不到 我覺得目前因為它現在 等於是GPT4的版本 那也許它會升級 可能4.5 4.5已經做好 但還沒上市 可能是5 甚至6 7更厲害的版本的話 那以後真的是蠻恐怖的 而且以後各行各業 可能都會跟AI做這個串接 那當然呢 就值得去思考 該怎麼去處理 那再來的話 其次好像第二名是什麼 ECL的資料處理 跟VBA設計部分 所以可能我會 這好像大部分同學都需要 那我可能在寫VBA的部分 也許在細部再講一下 因為當然這個最好是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學過VBA是最好的 可是如果沒有 那沒關係 我也會把我寫完的程式 也會幫各位放在雲端上面 你至少會Ctrl-C 也要Ctrl-V 至少要知道貼哪裡 那我會跟你講說 一定要記得貼到VBA的模組底下 OK 那再來的話還有樞紐分析表 其實樞紐分析表在ECL裡面算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假設你會用樞紐分析表 要統計分析真的蠻簡單的 這個也是ECL一個蠻大的特色 其他工具 如果像用Python來做的話 可能要寫一大堆程式 樞紐分析表如果你要在Python裡面做的話 那可能還要再用一個叫Pandas的一個套件 它真的是非常複雜 那在ECL裡面是可以視覺化做這件事 大概在Python裡面 變全部都要程式的方式解決 其他的話還有像那個VBA結合Python OK 這個部分的話 後續我們看有沒有相關的案例 那選課動機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最多人選的是那個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百分之六六的 OK 其次的話是這個 單純對VBA有興趣 OK 這其實蠻有遠見的 然後有因應大數據分析 然後有一個同學是想了解 那個爬蟲與網頁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把HTML資料把它爬起來 這個後面我們會提到 那不過可能會比較後面才講 為什麼 因為HTML網頁的型態 其實複雜度會比較高 也就是說你按滑鼠右鍵這邊 不是要檢視原始碼 那原始碼裡面就是網頁 它所對應的這個HTML 這個有沒有後面其實蠻多 不過它這已經包成一個JavaScript 那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這個身邊有優惠 OK 然後怎麼得知的 大部分同學都是從我 有六成蠻高比例的 然後還有網路上的廣告 OK 還有推線 好 那所以大概知道一下大家的程度 所以程度應該比較落在 一半的同學是入門的 一半的同學是有一點程度的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講一下 有關這個課程的一些相關的規劃 那首先的話我們這個地方 待會會說一下 我再簡介一下 然後課程內容大概說一下 當然這個課程裡面的話我剛剛有提到 其實主要是針對網路上面的各種格式 大概最重要的幾種格式 那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它抓取下來 那當然呢這個順序 上課的順序會先從簡單 再慢慢稍微困難 再稍微再進階 OK 所以呢有潛入深 不一下子就講很難的東西 可是呢各位也要一點心理準備 另外的話還要考慮到 到底Excel裡面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用的一個物件 直接就可以幫我們處理掉這些問題 當然如果可以直接處理 當然就直接用它提供的工具 你不要沒事自己寫一大圍程式 其實蠻累人的 所以大概其實會用到最多的 其實前面用最多就是這個物件 叫query table 這個query table其實相當的好用 但是這個出來的時間蠻久了 當然它後續有出來新的物件 叫那個power query OK power query其實如果你們有學過像那個power bi的話 其實應該知道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你不特別用power query這個物件 其實主要原因不太好用 OK 複雜度太高了 但如果有需要用到的話我會講 後面我們會再提到怎麼去使用的方法 再來就是說如果把資料抓下來之後 那最後把它做一個視覺化呈現 包含也許就是畫一些簡單的圖 然後畫一些組合圖等等的 OK 然後底下的話我大概先簡介 因為我網路上面其實還蠻多東西 所以你搜尋一些相關的關鍵字應該很容易 尤其是是有VBA相關的這些關鍵字 那我的影片放蠻多的 我在網路上面放的影片數量 應該有超過兩萬個吧 OK 兩萬個怎麼來的 其實我大概從2006年開始有YouTube開始 我只要上課我就錄影 然後錄影我就把它上傳 錄影就上傳 然後這樣累積下來也應該有超過兩 我算過大概有兩萬個以上的影片 OK 所以你不找到我好像也蠻難的 因為我這個錄影片的數量實在太多了 當然我有個特點就是說 我其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剪接 反正就是這樣 錄完就上去 錄完就上去 所以你喜歡看就看 你不喜歡看就算了 OK 然後當然我的想法是說 希望能夠幫同學可以真的學會東西 那當然不怕說你回 就是之前有很多人回去不懂 然後下一次又來上課又問 每次重複這樣 我覺得其實學習沒有效率 所以想了一個方法 乾脆直接錄影你自己回去看吧 那你上課聽不懂沒關係啦 反正你就知道有聽了 但是懂不懂沒關係 回去再多聽幾遍 所以之前有蠻多同學說 老師你上課我都聽不懂 但是我回去再聽第二遍還是不懂 第三遍終於懂了 所以他好像要多聽幾遍 沒關係你愛聽幾遍 有些同學可能他說聽三遍 有的同學可能聽五遍 可能有的同學可能聽一遍就懂 那當然你就自己量力而為 所以我覺得學習可能還是要針對你自己 那當然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再來的話其實 現在新的科技其實就創造到新的機會 當然新的職位也是一樣 那當然這邊有幾個重點 不過其實我大概一般就記ABC就夠了 A的話AI嘛 B就Big Data C的話就Cloud 所以這些東西還有像什麼 一些像相關的辨識啦 或像電動車啦 或像Fintech 那其實你可以發現這些東西 全部都指向一個技術 就是跟程式有關 因為這些東西所有背後都必須要 有人去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否則的話他沒辦法順利Walk OK 所以我覺得有太多東西可以做啦 那我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吧 其實我主要最早 其實會有一些課程出來 最早其實是在網路上有分享一些影片 然後錄一些 還有寫一些文章 那因為這樣關係 慢慢就會很多單位邀請我上這個課 像這邊也是一樣 我開這個課也是因為 也是受邀 像機械工會 他說能不能找我開相關課程 我想一想 這個可以 凱雄我跟各位講的 之前本來我就要拍上 我發現拍上是可以拿來爬鬆 絕對沒問題 但是eSale好像更直接 那不如是直接用eSale來做 所以才會有這個課程 這相關資料 也許各位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最早是從工程師開始啦 所以最早我認識VBA其實也蠻久了 大概也接近 好像應該差不多也二十多年了 OK 所以我是覺得一個語言反正就工具啦 解決問題 那你說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 對我來說其實都沒有絕對的 反正解決問題最重要 哪怕說我今天可能可以叫混搭吧 有沒有 或者叫什麼 像那個車子不是有hybrid嗎 有沒有 有油電混合嗎 我沒有 為什麼不能混合嗎 對不對 前面也許用拍上 後面也許用eSale 可不可以 用VBA也可以 也可以啊 兩個穿在一起 當然也是可以啊 然後 那底下的話這是相關的 當然我有受邀做一些 一些得獎啦 一些紀錄啦 當然還有證照大概三十幾張啦 那當然其中的話不乏有Python啦 然後有PowerBI啦等等的 然後 我的頻道的話呢 其實目前訂閱人數 大概已經破四萬的 應該差不多四萬的 然後我有兩個頻道 有一個頻道大概一萬多 把它做一個區隔 那相關的這個VBA書籍的話 我想你們自己再去了解啦 那我是建議VBA的部分 以Sale部分的話 可能至少你要 基本上一定要函數很熟 其次的話可能樞紐分析表 可能要蠻熟的 再來的話就是入字去期 還有VBA 可能漸進的 可以把這些東西學會的 我覺得你在用那個爬蟲的部分 應該就會更加得心應手 那底下的話 我這邊有提到幾本書 那參考用書部分的話 像坊間其實書籍還蠻多的 可是我發現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可能理論的部分寫的蠻多的 還有說他寫出來程式 真的太複雜了 真的不用寫那麼複雜 但是他就寫得很複雜 為什麼要寫這麼複雜 其實也許是學理上是這樣做 但是實務上可能你要精簡 那至於怎麼精簡 也許你們之後可以多參考一下 我的程式 或者你可以跟其他的相關的書籍 做一個比對 這個也許幾本參考用書 在你們講義裡面應該也有 然後課程目標的話當然 主要會有這個課程設計 主要當然是希望說你們可以不用特別加班 為什麼 因為你事情一下把它程式之後自動化 那就可以很快把它做完了 所以裡面大概有幾個重點 就是進階的部分 當然至少你要學會怎麼樣抓網路資料 那抓網路資料的話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然後再來利用幾個重要的物件 像包含就是我剛剛提到這個Quitable OK 然後還有就是用RE直接抓 那也就是說在VBA裡面 其實它可以直接呼叫瀏覽器 它可以只要你的資料 可以被放到瀏覽器裡面的話 那自然而然就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如果同樣的做法在Python裡面 它相對還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OK 那其他還有就是說 怎麼樣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結合進來 而且並能做自動化的處理 那底下有一些相關的學生的案例 其實蠻多可以做的 包含就是說統計通膨 統計油價 統計一些地震 或者是這個像捷運的流量等等 或者是COVID-19的一些統計資料 其實學生也做一些練習 那也是把資料